大學畢業時,我自己想找一些跟別人有關的工作 因為我想幫助別人,所以對校服務方面有興趣 適逢公司剛好有個管理訓練的項目 我本身亦相信保險這個概念 所以我加入了公司的管理訓練 因為校服務部是一個很多元化的工作 你可以接觸很多不同部門的人 可能有些公司或工種 可能有些很年輕的同事 才可以接觸公司的管理訓練反應意見 但校服務部不是這樣的 校服務部是所有同事都會有機會 管理訓練反應客戶的意見 因為我們就是客戶和公司之間的平台 其實我覺得有甚麼人可以在這裏做得好 一方面就是一些願意聽人說話的人 首先是要聆聽客戶所說的話 不單只聽他字面上的意思 亦都要去理解到 了解到客戶心層的看法 從而作出分析 然後去幫客戶解決問題 所以他是一個很想去幫人的人 有一個熱誠工作的熱誠 有一團火的人 我覺得校服務部條天 是很有活力 很團結 每天大家都很開心地上班工作做事 如果你要我用幾個字去形容補成的事 我會覺得是一分耕耘一分收穫 這裏是一個很有天善性 充滿著機會 是很有發展前提的地方